你好 歡迎收看11月1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花蓮縣議會第十九屆第六次定期大會一號正式開議 首先是由縣長徐中衛來進行施政報告 他說明的近期花蓮縣政府針對包含了 0402泰魯河號事故救助 新冠疫情 風災水災濃水之後的復健等相關施政來做說明 下午的推移先來開始 今天是花蓮縣議會第十九屆第六次定期大會 開議 現在請縣長做實證總報告 無論是警察局先進入 再做捷徑指揮所 再到衛生局消防局 全力以赴來做大傷患 到規模的傷患的搶救 還有移送 另外對於我們這個旅客的安置 以及患者的衛服 我想整個縣武團隊 在殯儀館或者在發生地點 都全力以赴 而且對於事後整個的協助的過程中 我想要謝謝所有的這個 花蓮縣政府的所有的局數同仁 以及社會的團體的加入 才能讓0402這個圓滿 我們來完成 血診者開始第一例之後的家族的感染 之後再到整個圍堵 我要謝謝第一個各鄉鎮事公所 各村里林長 還有謝謝警政消防護政衛政 這個全部都動員起來 讓這一次的疫情 真的能夠得以控制 我要再一次謝謝議會的體諒 讓我們在這次的防疫裡面 真的全力來做好 那另外也謝謝 在這段期間 我們對於礦石稅 還有這個特別稅的部分 特別的權力的支持 讓花蓮縣在未來的四年 有穩定的財源 在進行預算的規劃 以及計畫型補助的爭取 我想這個既有的 我們礦石稅的財源的抑注 會讓公務員有這個無厚之憂 而且全力以赴 來向中央來爭取各項的經費 我感謝所有的花蓮鄉親 用時間在這裡做三個小時的報告 也謝謝議長的容許 還有議員先進的聆聽 讓中央能夠在三個小時的時間 能夠做到比較完整的報告 希望未來在議政和縣政 互相的合作 互相的推動 讓花蓮更加的美好